KATO-Mcheny 渡差 辨邊一夜 辨澆 再不懂許多愁 双肩扛起的事 数不尽的忧 给我一杯酒 合尽人牵手 合尽千古曾经的承诺 没人如此多角 英雄自古风流 纷纷扰扰只为红颜般 天宿给我一杯酒 风波几时休 可万丈悲一切再重头 江山仍在 人难已久 温温黄沙演出 多少少年头 悲欢是非成败 转眼成空 滔滔江河汹涌 逃进男儿的梦 曾经海阔天空 昂首莫回头 只想轻狂 等我潇洒少年度 有两匹马 对 另一匹是为你准备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血缘狗甩掉了 阿云 是你 太好了 真没想到你也在石宝寨 渤海摆杖牙一战 把力群回怀疑是我在中间插了一脚 所以我到凤姑娘这去避一避 凤姑娘 石宝寨的掌门人 是啊 凤姑娘经常到我们突厥来买种马和草料 于是我跟他就成了好朋友了 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是神算子能掐会算 你真的这么想吗 以后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阿云 你说说看 薛仁稿为什么要杀我 薛仁稿公于心计野心很大 表面上讨好凤姑娘 其实仗着当梁州刺史的老爸一心想吞病施宝寨 这回凤姑娘故意回避 让我观察薛仁稿的动静 昨天晚上有个黑衣人在拱石下与他见面 给了他一大包银子 这个黑衣人很眼熟 我好像见过 我以为黑衣人要他刺杀凤姑娘 后来薛仁稿请你喝酒 对你说他厌倦权势想当和尚 我才知道他是要杀你 当时你却相信我他 对他一点也没有防范 所以整个晚上 我都紧紧的盯着你们以防万一 好险 阿云 你又一次救了我 我该如何报答你 世民 如果我们俩换个位置的话 你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可我欠你的情太多 今生今世还不清 好了 别说这些又甜又腻的话了 这样吧 以后我会向你讨回这笔人情的 阿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在我心中永远抹不去 好了 我在想 那个送银子给血人稿的人会不会和王世冲有关 什么 跟王世冲有关 怎么又是他 你到渤海是王世冲告诉我们可汗的 他的情报非常的准 我也在想 这两次暗杀是有内在联系的 现在你的行踪都在你仇人的监视之下 所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你提醒的很对 敌对双方的较量 情报是最重要的 好了世民 此地不宜久留 你要买战马的事我会帮你解决的 你对我的恩情日后定当重报 你就说起这些客套话 如果为了你报恩 我会管这闲事吗 是啊 阿云 多谢你了 你要多保重 告辞了 你 你在感情的背后哭泣 慢慢习惯沉下去 让脆弱的心沉默不语 那个男孩真的没服气 我常说要好睡好惊 在这手伤心的歌里 终于可以放声哭泣 我们仍然保持距离 却明白关心的意义 不要让伤心抱得那么紧 只是唱了一首数情歌曲给你 不确定能够一直陪着你 不确定能够一直陪着你 难过是要懂得照顾自己 难过是要懂得照顾自己 慢慢习惯沉默不语 慢慢习惯沉下去 让脆弱的心沉默不语 那个男孩真的没服气 不懂得好好珍惜你 在一个幽雾的夜里 终于可以放声哭泣 话都要更有勇气 去面对未来的难题 不要把回忆抱着那么紧 只是唱了一首数情歌曲给你 李公子 我要回突厥去了 这一遍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见面 只照顾自己 写天写地 公子 你终于醒过来了 写天写地 公子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 高少今天总算退了 我 这儿是信花村 三天前你起码摔昏在村后的山谷中 多谢姑娘大救 我的黄飙马还好吗 马儿没事 多亏了松明和兰兰 给他喂水喂草料 松明 这个名字好像听到过 是吗 松明这调皮鬼正在河里给麦尔洗澡 松明哥哥 我也做哥哥了 松明哥哥 你会不会骑马 骑马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不会 我还以为你样样都会 我不会 男子汉大丈夫第一只要学会骑马 你骑上马带我的村子里溜一圈 骑马带你溜一圈有什么意思 骑马主要是神器 男人为了神器 所以骑马溜来溜去 你看 就是这样 骑在上面很简单 给树枝可不是马 我要你骑黄飙马 骑着黄飙马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到底会不会骑马吗 当然会了 我的马术很棒 真的 那快露两条让我看看 快点 不过现在我的肚子饿了 先吃点东西 明天再露 说来说去你 不会骑马 笑话 我不会骑马 这里还有谁会骑马 黄炼嘴有什么用 那你就骑 骑啊 好吧 竟敢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看在兰兰的面上就骑一回 别动 摔疼了吗 不会骑马就算了 你才不会骑马呢 知道吗 这马认烧 一定要隐成了 算了吧 那可不行 大丈夫一言几出四马难追 今天我非要让你看看我骑马的本领 宋明哥哥还是算了吧 这一下好了 爬到树上干什么 摸鸟蛋 我要让你看看宋明哥哥潇洒的奇数 看好了 预备 一二 不要瞧 要摔到腿的 胆小鬼 不要 不要 不要跑 停下 快停下 我撑不住了 宋明哥哥 你的奇数好棒 什么办 帮你个头 你害哭我了 好啊 小孙叔 你快看 我念念我 宋明哥哥的满数多棒 怎么不睡 我的忙 好险 没事 怎么瞎成这个样子了 秦爷 饶命 饶命 小聪明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秦爷 千万别误会 那天是张强违背了对我的诺言 他想害死你 我没法子 这是真的 我发誓一点也没骗你 鸡扇桥的事怎么能怪你 刚才救了你也不道声谢谢 是 谢秦爷救命不杀之恩 谢谢秦爷 什么不杀之恩 你还是个孩子呢 秦爷 我对不起你 我太浑了 好了 不要自责了 你是个好孩子 我就知道秦爷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 又耍平嘴了 我是说的真心话 说真的 离开白云观以后我一直很想你 你又聪明又可爱 有时还会出出小洋相 姐姐 你怎么能把我的事说给秦爷听 我没说什么呀 我没说什么呀 大悦向北面飞去了 你们会飞过太原城吗 你们会飞过太原城吗 我听到你 我们会并且喝过太原了 我不行 我没说过太原来 我们在这儿 向北面飞续 我们能够行 Track后 是谁 我来猜猜看 好像是蓝了 是蓝了对吧 不是蓝了 那么会是谁 这就难猜了 那么就是乖宝宝宋明了 对不对 你叫我乖宝宝好乖宝宝 我知道是你这个导弹鬼 导弹鬼 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求饶 秦爷 瞧他们两人大得多欢慢 是啊 求饶 我杨死你 不 我去帮帮曾鸣哥哥 让他们玩 惨了 小心 快点 快点 宋明哥哥 宋明这小鬼 这回肯定又有什么花样 这次我可不下水了 上次上过他的当了 这小鬼就是喜欢出出洋相 搞搞热闹 小松鼠 小松鼠 你去哪儿小松鼠 宋明精力 小心 秦爷 快帮帮宋明哥哥 黄飙马很通人心 他认识宋明 不会帅到他的 姐姐 看呢 宋明哥哥会骑马了 慢点 秦将军 让黄飙马跑得慢一点吧 黄飙马心中有数 没事 黄飙马 我的好宝贝 是 姐姐 我会骑马了 这危险 姐姐吓了一大跳 姐姐 骑马的感觉真好 快去谢谢秦将军 是他指挥黄飙马驮了你一阵的 宋明多谢秦爷 我俩很有缘 你想学骑马包在我身上 秦爷 我想给黄飙马洗澡好吗 好吧 走 宋明哥哥 等等我 真可爱 是啊 好羡慕他们 小姐是洛阳掌孙府的千金 你怎么会到这么偏僻遥远的山谷 在这杏花村里居住 我是到太原头青 路过此地 宋明和兰了很投缘 就暂时住下了 我十分仰慕令兄长尊无忌 他的霸王公可是天下文明 我哥哥在太原堂公府当差 秦将军是当事英雄 怎么来到这山沟里 我算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败军之将罢了 自己觉得无言尚对皇上 下对百姓 更无言回去见我那年迈的老母 便恍恍然在山中迷了路 秦将军经中报国令人敬佩 可如今奸臣当道 恍尘温庸 老百姓苦难深重 他们都盼望有明君来开创太平盛世 我也盼望太平盛世 可明君在哪里 打仗我不懂 眼下中原封烟四起天下大乱 大随国已经摇摇欲坠了 是啊 这国家不是杨家的 是天下老百姓的 我要去报效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明君 娘娘你看前几天朕下了诏书 全国上下都要栽种柳树 你看这些柳树都发芽了 是啊 这柳树的嫩眼惹人喜爱 皇上为什么那么喜欢柳树 这柳树多么婀娄多姿 在春风中鼓动 就像妙龄少女在翩翩起舞 皇上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这么一比喻 柳树就像有了生命一样 皇上喜欢柳树 就赐他姓杨 称他为杨柳 好 替朕你一道诏书 赐柳树姓杨 诏告天象 奴才遵旨 皇上 皇上 臣最该万死 裸口失手了 臣在落口坚守了两个多月 甚至陪人姬父子冒充朝廷援兵骗我打开城门 让瓦刚军恭敬落口 罪臣孤不敌众 拼死逃出落口 听候皇上发落 你丢了朕的粮仓居然还有脸来见朕 臣最该万死 但是臣也有难言的苦衷 裸口都丢了 还有什么苦衷 皇上息怒 天下柳树都姓阳了 应该庆祝一下 不能让这小事坏了皇上的大事 朕的一份雅兴都给你绞了 陛下 有句话醉臣不得不讲 留屁就放 宇文长相一直可口陪人计的军饷 胡劳官将士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 你说什么 皇上息怒 独孤大人也是一片忠心 皇上 独孤大人所言确有此事 宇文化吉 我一直对你不薄 居然图谋不轨 皇上息怒 臣妾认为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记忆为好 人来了 夏公公 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没有您的精心安排 我的小命早就没了 这里是两万两银子的银票 请夏公公向纳 皇上让你到河西上任 喜欢 到了河西我会多弄点孝敬您 葛叔小姐 我在这宫后多时了 你想怎么样 拦路抢劫吗 你坏了我的好事 我不抢你抢谁 好厉害的银子 薛言稿 你的挪才不经党吗 好 hvad 少了 thought我 或是你回来 你走 我失望 他 我把他来 时间 让痛苦不平都沉淀 怀念 让真的心情再浮现 我有太多感觉 必须再见 一面 不能好聚好散的爱 会让心就解离别 不代表抹灭一切 谎言 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 你用泪框 回应我的真诚良解 明天 我们都有艳阳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